欢迎收看财经expresso 晚上好我是嘉胜 首先让我们来看今天的股市走向 隔夜美国股市收低加上油价下跌 导致亚洲股市持续放缓 周三涨跌互渐 马股也因此下滑3.51点 以1673.92点币市 接着有汇率 美国大选以及联储局的会议逼近 让汇率市场窄幅波动 马币对美元持平在4.1600令吉 对新原则起至2.9912令吉 接着有市场交易数据 外资今天竞卖了1亿6256万令吉 而本地机构和散户则分别买进 1亿5693万令吉 以及563万令吉 接着有企业Black at White的单元 首先让我们来跟进 吉隆坡甲洞集团的最新消息 昨天该公司才申布 要出价收购英国种植公司 NP Evan集团 怎么知道消息才公布一天就遭到打枪 追资NP Evan的董事部 证实确实有接到吉隆坡甲洞的限购建议书 但由于限购的价格不合理 低估该公司的价值以及未来的成长潜能 所以该公司拒绝了吉隆坡甲洞的限购 针对这样的局面有分析员就推测 如果吉隆坡甲洞真的想要把NP Evan取回家的话 就可能需要提高收购的价格了 接着有帕迪尼的最新消息 帕迪尼的执行董事杨子杰就表示 虽然目前汇率走低 加上消费税冲击了消费的情绪 但该公司依然会在2017财政年 播出3400万令吉增设15家的新分店 7家为Padini Concept Store 另外8家则是品牌分店Brand Solid 杨子杰也表示 该公司将会持续改善业务的营运 并且希望透过价格合理的销售策略 来提升营业额 最后让我们来看雀巢Nestle的消息 雀巢的最新业绩表现稳健 对于雀巢的市场领导地位 以及营运的效率 分析员就表示看好 但其中值得关注的就是 基于原料的价格开始回弹 所以预计该公司明年的盈利成长将会放缓 尽管原料的价格回升 却朝短期内无意调涨产品的售价 而是专注于提升效率 和达到经济的规模效益 今天收市时却朝上扬0.20仙 收报78令吉40仙 新闻到此 谢谢收看 祝您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